新流感疫情正一波波冲击台湾 今天又增加两名重症死亡的病例 累积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五名病患死亡 而在南部灾区的部分 国防部也公布 有十名官兵呈现轻微发烧并发感冒 已经证实为A型流感的确诊病例 所幸都只有轻微的症状 没有外传肺静润及死亡 目前都在医院治疗当中状况稳定 立法院明天即将召开临时会 审查行政院提出的莫拉克灾后 重建特别条例草案 包含一千亿元的重建预算 不过民进党团表示将提出自己的版本 从灾区重建及灾民的需要出发 会更贴近实际的需求 而民进党团总干事王兴南更指出 预算至少应该要有两千亿元 国民党则表示会再进行朝野协商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昨天南下勘灾 邻边乡长却当面抱怨 没有拿到中央给的补助款 不过中央却早在10号 就已经拨发十亿元给屏东县政府 国民党质疑县府效率不佳 让旧塞款没有办法及时送到灾区 屏东县政府则回应 光是邻边加东就已经发出了 一亿四千多万的灾民救助金 绝对没有延误 风灾过后 让邻边加东的石斑养殖渔业损失惨重 总共五百多公顷的渔温 有九成全都泡了汤 渔民估计至少需要三年才能恢复原状 而臭气冲天的渔尸味 也让复原工作难上加难 随之而来的工位问题及疫情感染 也一触即发 这些农余业者未来该何去何从 政府又有哪些补助和辅导的办法 今晚有话好说 台北屏东双现场深入灾区一同检视 三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我是叶明兰 刚刚看到了在今天新闻里面 国军官兵在救灾的同时 也传出了这个集体发烧的状况 我们很担心这新流感疫情 会在灾区来蔓延开篮 而另一方面 其实在灾区先前也传出了 有上百人发烧 可能是感染了类鼻剧 那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显示 显示说在灾区里面 其实这个灾区的环境卫生 真的是太差了 它可能会引爆什么样的传染病呢 在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关注一下 而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有两个现场 除了在台北的摄影棚 有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另外在屏东现场 我们也要请在地的官员 还有在地的灾民来探讨一下说 他们目前最需要的协助是什么 现在我们先来为您介绍 今天在台北棚内的两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 以及营养学院的院长 邱宏毅邱院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位来宾 是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 助理教授阮帆华 阮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今天两位来宾要跟我们深入来分析 这个灾区会不会变成疫区 要怎么样来预防政府应该怎么做 还有我们要来关心所谓的屏东的养殖业者 他们面临了什么样的灾难 不过我们现在先把现场交到屏东 请信聪告诉我们 他目前在灾区看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 明栏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屏东关加当乡这个加东农校 其实呢很多媒体这一阵子关心的是在高雄县 小林村或者是纳马下乡的一些灾情 当然那边的灾情是非常的严重 可是在8月7号 8月8号 8月9号这三天 全台湾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呢 应该就算是屏东县的临边乡还有加东乡 其实加东厢我们阿波这样绕一圈之后 真的是今天已经是十多天 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 到目前整个淤泥的情形 真的是让人家无法忍受 我们其实很深刻的体会一个成语叫做 什么叫做泥泞不堪 那个泥土淹到整个家里 然后扑皮而来的是一阵那种恶臭那种死于 或者是那种你无法忍受那种味道 当然有很多民众现在还在收容中心 大家在想说会不会 当然今天传出了国君 有所谓的十多个弟兄疑似感染的心流感 而有四个人确定感染上心流感 大家在担心 包括昨天传出来的类比疾病 以及今天传出来的心流感 会不会在疫情大爆发 今天在加东乡 我们要好好透过乡民的声音 来看看到底现在整个疫情的情形 还有这些乡民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也先介绍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民众 各位兴兴师大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阿燕来这里跟你们接着 我们先介绍 主要可能是刘大杰 我们屏东县 加东乡的乡民 刘淑芬 刘大杰 可能你先来给我们欢迎 现在加东乡的目前的情形 另外我们今天你也特别邀请到 屏东县卫生局 屏东县卫生局的局长 康启杰 康局长 跟我们谈一谈 现在的疫情到底控制的如何 不离我 刘大杰 我先请教你 当然大家关心就是说这个心流感 这个或者什么类别区病 会不会爆发 特别说 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收容中心 四五百个灾民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 大家真的很担心疫情爆发 可是你所认为到目前为止 加东乡的险命 最需要什么东西 以及政府最没有做到的是什么 这个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已经是 遗忘的人民 已经成为幽灵人口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我们家的图形 经过用死命 用你检验给你们看 再来在这里 你所说的 你所说的就是 我们疫情的报道 这也是我们的死命 在住的受到胸海 第三 保障的就是说 我们的马政府 两万块 会给我们什么 我们这些财区 现在出席 所称的 都是我们消费救测 政府 马政府 你到哪里去了 你要求救测的东西 每一个人 他都会记住 当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那人在哪里 刘大姐 我给你打招了 现在政府 也有所谓的 保障的防空案 暗设让我们安心 利益 这样子 包括去外面税处 也有保贴 包括 你如果所谓的组合屋 也有保贴 敢说没有保贴就你们 保贴 它是口头上的补贴 事实上做了没 没有 我没看 两万块 我们可以做什么用 以后 在这里我们有饭好吃 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责 穿 应该怎么办 我们是比四更痛苦 属性 我也是做这一团 大家要共同来 使用马政府 使用台马 我比四更痛苦 我要有什么意义 姚大姐我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 政府 你快点 把我们的问题所客观 不要把我们全体去死 不要把我们当作幽灵人口 因为你没有资格 我请教 你可以说更具体的 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家庭要把他拼得清清清清 所以说要重建家庭 还是其他的问题 来 六个月重建家庭 我也接受 马英九 像现在他这样 他要消毒 有法度吗 可以吗 他如果更大 马英九 如果我们一队 当作到底乡 才可能 我们乡民 大家 当作到底 是我们的村民 是 姚大姐 你稍微休息一下 您一水底 我们待会再次复复复 来讨论 目前家庭乡 刚才有什么问题 但是 一般的时候 我们去家庭乡 几人小小走 来看看 说实在的人 没人家庭 没人家庭 如果说没人家庭 你知道吗 每个新闻每个帖 说有类比区病 实在说 没什么人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病 感觉起来 现在目前家庭乡 已经截止了 对 丰厚性组织源 已经截止了 接下来 今天又爆发 这个新流感的这些问题 疫情 会不会像是在万丹 在加东 在临边 这些严海的地区 会不会导致于 第二次的大灾难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国军弟兄 已经传出来 有人疑似得到新流感 而除了新流感 还有类比区病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 会威胁到 乡民的生命的传染病 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情形 临边乡公所卫生室里头 身体不舒服的阿兵哥 戴着口罩 等着要采集检体 因为他们都出现了 喉咙痛发烧的感冒症状 13位国军感到身体不适 已经有4个人 确定感染新流感 整关好像有讲过 所以还是会担心就对了 对 担心什么 担心会产生新流感 阿兵哥各个都怕 卖力救灾 却染上新流感 现在国军全面警戒 有感冒症状的阿兵哥 都要戴上口罩隔离 大家聚集的乡公所 国军进行环境清理 进出都要喷洒酒精消毒 有症状的话 我们隔离7天 他生活区域的话呢 我们会用漂白水 每日做消毒 人员早晚阳测体温 大举 大举